中原普度不仅度化无形众生 同时也是孝道精神的展现 身为炎王子孙的我们 虽然已经不知道传了几事 但对于我们而言 圣中追缘的意义就是孝道展现的一种 而中原普度在民间传统习俗上 乃是度化无形的众生 其实也是在度化我们的祖先 让他们可以早日脱离三恶道之苦 所以当初我们跟皇帝文教基金会在想 除了我们只是这个交流以外 更重要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孝心更扩大 不只是祖先只是一个祭拜 给他让有机会让他们也能够零受佛法 所以在这法会里面 法师也为他们做开示 时间是梦是幻 我们更重要的将来要怎么样 求得永恒的生命离苦得乐 这才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了这些法师 显教 密教 一起来共同为我们的祖先来祈福 所以我想今天非常殊胜的日子 今天在这个环境也非常殊胜 而且就在日夜谭的旁边 可以这样做这个风光明媚 环境非常的殊胜 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 有的机会 我们基事会能够跟皇帝文教基金共同来承办这个中元节的这个祭祖 还有点两万灯的这个华会来为我们中华民族来祈福 也祈求我们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能够免出更多的灾难 因为我们的台湾会更好 这是我们共同的祈愿 中华佛教居士会本着弘扬孝道 传布佛法的精神 将佛教宗于兰盆法会延伸其意义 并以供奉百家姓氏的皇帝庙作为法会场地 就是希望我们要知道祖先的源头 并遵循孝道的传承 让祖先可以早晨到夜 法界新闻杨志冲南投采访报导